破曉前 寶島的漁港就像熱鬧的不夜城 漁人們忙碌吆喝者 那是台灣最優位的聲音 寶島的孩子 都是海洋的孩子 從城市漫步到海上 欣賞港灣 暢遊海洋吧 魚海橋山 魚館一棒 來一趟漁業休閒的小旅行 別忘了來漁港 打開未來的冰箱 五彩的漁獲整齊又鮮明 那是台灣的顏色 刀起刀落 切除誘人的油花 再來盤豪邁的生魚片 這裡不只有 正港的海味 更是台灣迷人的 人情味 人情味 有些人情味